非常遗憾 在这里跟你见面 我知道我错了 因为我们是顺着网线找到你了 知道吗 是杰利联合批发市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绝对没问题 如果网友怎么说 后队是满满的 陆陆续续 谁都在想 很多人是看到内地所谓的一些信息 谣言 然后觉得海南可能缺米 昨天晚上官方连夜发辟谣 说根本就不缺 不存在 他说你们买米吃的话 赶紧去买米 人家大陆的米不尽头了 就这条发了 然后就爆了了 当时我没有讲那么多 没有讲那么多啊 如果是我经过大脑考虑多的话 我也不会发到信息的 但是就是 他们那几个老师 赶紧买米赶紧买米 所以我也买了 就是好心地提醒我的家人 说他们让他们就准备一些 多准备一些也是为的好了 但是你有没有动过脑袋去想一下 就是我刚刚引导你去想 就是当时的妹妹 中国无论任何大灾大难 中国无论在任何大灾大难面前 它缺过米吗 缺过吃的给你们吗 因为你一条信息造成社会动作 大家都去抢米 然后如果发生肺炎的话 抢米过的话 肺炎再发生交叉感染的话 这种后果你有没有想过 当时就是没有想过这些事 你是谣言的发布者 同时也是谣言的受害者 你也是谣言的受害者 可能你也是听到别人在说 就是我听到别人在说 所以我就管你 所以说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 吃饭没有 今天都没吃 今天为什么不吃 为什么不敢吃 我觉得你的小孩 不会因为你这个事而看不起你 而是因为你这个事 更好地去教育他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 对不对 对吧 好吧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吧 在网络当中 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 有时候我想了一下 谣言比病毒传播的还要快 有时候谣言比病毒造成的恐慌还要大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不信谣 不传谣 咱们好好在家里面待着 好好刷刷网络 然后规划一下自己从房间 洗澡间 到客厅的优秀旅游路线 好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